为了辅导稻农改变燃烧稻草的习惯 重视生活空气品质 南投县政府与草屯镇农会 邀请水稻农友示范稻草分解菌的适用技术 加强推广以有机质肥料处理稻草 取代传统的稻草燃烧行为 希望与农民一起努力 维护空气品质与县民的健康 草屯镇水稻产销班第一班班长林奇末 使用分解菌有机肥已经5年 他认为分解菌有机肥 对稻米抗病及生产有帮助 他也提醒是于农耕期间 务必保持水分 避免干燥 刚开始做的时候 发觉它对稻子的话非常好 最起码稻穀病比较少 然后它本身稻杆里面有那个细 那这细的成分等于是水稻的抵抗力 它能够使那个稻杆比较硬 虫害会比较少 吸收回来容易 所以说它如果与同样的施肥量的话 它是会增加产量的 我现在联系已经5年了 大概联系3年以后 田里的那种劲就会比较多 所以效果会更显著 使用方法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当你稻子割完以后 让它晒干了两三天 堆在一起的那种稻草的话 稍微把它分散一下 然后放水进去 水分大概有一公分左右的话 然后分水进下去 像澳期的话 大概三天到五天 就可以把它用耕耳机把它耕做 然后一起的话 因为它那个温度比较低 所以大概三到七天 大概这个样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 把它那个做法是这个样子 就就可以耕田就对了 然后你在这段期间就是说 你要保持水分不要让它干掉 那就好 幸福农业处呼吁农友 永悦至所在地乡镇市农会 申请分解菌有巨子肥料 每包20公斤 由农粮署补助100元 每分地建议使用一包 农粮署推大概三年左右 种植水稻的农友 可以到土地所在地的乡镇市农会 去申请稻草分解菌有巨子肥料 那原理上就是每分地就是建议使用20公斤 然后政府的话就补助100块 那到农会去申请 然后试用在水稻田 可以增加整个水稻的产量 也是可以抗病 然后抗导服 那对农友真的是帮助蛮大的 那请各位踊跃申请 据我们现在统计的话 每一个年度两极座合计申请的面积 大概都可以达到300到330公顷左右 那所以是效果还不错 草团地区已经有将近300公顷 农地使用分解菌技术 有效分解稻草普去成效 欢迎农友 踊跃之所在地乡镇市农会申请 除了可提升稻田有机值 增加稻田环保 以改变燃烧稻草的观念 希望大家一起配合 草团为配合我们政府 推动这个避免燃烧稻草的活动 已经大概有五年之久的时间了 那目前我们已知大概 我们草团地区已经将近了300公顷的农地 都是使用这个分解菌 来做一些环保的处理 那我们现在是针对草团地区 器座般的水稻田 这些农友为主要的主力 我们来推动 那草团地区在申请这个分解菌的 这个作业申请是以我们草团阵农会 的农业制裁行 也就是我们的农药部门的那边申请 随时来我们就随时为大家服务 那这段期间来 这个已经颇具成效 那我们希望用分解菌 不仅可以避免空气污染 跟影响交通安全以外 最主要就是提升稻田的有机质 也增加我们稻田的环保 那也是改变了大家这个使用这个燃烧稻草 这种观念 慢慢改正过来 那我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 稻草分解菌试用技术 农粮署已经推广三年 试用稻草分解菌可加速稻草分解速度 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 帮助水稻更新发育 有抗稻福及促使运萃其 以致性质效果 进而促进水稻增产 而最主要的是取代传统稻草燃烧行为 希望与农友一起努力 维护空气品质与献民健康 据着商店服务草专政采访报道